美国苏浙户同乡会首次面向洛杉矶东区的民众 他们与安大略市政府合作举办健康与财富论坛 邀请专家学者就相关议题发表演讲 让在场的民众受益匪浅 美国苏浙户同乡会在安大略市政府议会厅 举办健康与财富论坛 安大略市市长Paul Lann 苏浙户同乡会荣誉会长著名的经济学家顾掩石 荣誉会长庙志明等嘉宾均有出席 论坛一开始首先有营养师郭秀兹 从营养学的角度谈如何使细胞更健康 角度独特 见识新颖 该会会长著名的会计师杨依凡博士 则就川普总统薪税改革的主要立足点和未来影响 做了精辟的分析 同时对国际金融合作信息分享的最新动态 做了全面的汇总 那么这个健康呢主要是站在一个细胞健康的角度 一个比较前沿的课题来讲营养 怎么来补充营养 那么财富呢主要是现在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体 一个是新的总统Donald Trump 新的税改会对我们的生活和自己的商业发展 有什么样的影响 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大家现在比较关心的 尤其是我们的华人朋友比较关心的 美国和世界各地的一个金融资产的合作 尤其是最近中国也参加了CIS这个组织 特别是7月1号就要开始实行了这方面的政策 那么这个当中对我们的投资也好 生活也好 财富的积累也好 有什么样的一个重大的影响 那今天就有一个比较新的一个汇总 另外有关投资金融 企管 保险等行业的专家 包括林日生 蔡成华 林建平 丁岩宇等人 也发表了精彩演讲 这个将来非常有潜力的城市 因为它现在还暂时比较便宜 如果它机场开了以后 这个地方这么多的distribution center 这么多的business opportunity 我都在2011年都到了Ontario 你不会后悔的 因为这里的city会非常corporate the minority 它一定会欢迎你们所有的人 环球东方记者 吕玉冲 洛杉矶采访报道